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趙乐际取代李强博鳌论坛演讲 专家解读 金融问题危急 中共党魁令央行重启买国债 中共一带一路招恨 中国人呈恐袭目标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 近期接连高调露面 引起外界猜测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3月28号 彭丽媛在北京市第35中学 会见来华参访的德国博乐中文合唱团师生代表 3月24号 彭丽媛以世界卫生组织 结合病和艾滋病防治清善大使的身份 在湖南长沙调研基层结合病防治工作 同行的还有中共国家卫健委副主任 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赫胜 以及湖南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张银春 彭丽媛在湖南高调现身 且有高官陪同 他扮演的角色引起多方关注 外界猜测 他可能很快将走上政治舞台 出演夫人参政的戏码 进入中共政治局 甚至可能成为第二个将亲 不过 时事评论人士蔡胜坤 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目前还没有人对习近平构成威胁 他犯不着把彭丽媛推上风口浪尖上 而且即使彭丽媛进了政治局 也不见得能比现在发挥更大的作用 他说 虽然短期内看不到彭丽媛进入政治局 出任重要职务的迹象 但山东出生的彭丽媛 在人事上或许已经有了建举权 这和很多山东籍官员的任命或受重用有关 彭丽媛私访调研的同时 也在接触考察官员 而山东派官员都已对中共高层忠诚著称 这并非彭丽媛第一次单独会见官员 或从事外交工作 过去一年 彭丽媛曾与乌兹别克、赞比亚的总统夫人 和越共总书记夫人单独见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 在北京召开时 彭丽媛也出席并致辞 同时 他身兼多职 还有多个大使头衔 在中共央视的报道中 至少享受中共副国家级官员的待遇 大陆吉利汽车公司董事长李淑福 3月28日 邀请新东方创办人余敏洪 为新车座宣传 李淑福在余敏洪的直播采访中 多次提及中共1989年 镇压学运时的六四事件 导致直播间遭到短暂风景 在一段余敏洪采访李淑福的视频中 李淑福首先介绍了他当年创建的电兵香厂 这是他创办企业的第一桶金 之后他继续介绍说 他在1989年前 曾经营电兵香品牌北极花 当时有另一家电兵香品牌 六月雪的厂商 委托他的工厂生产冰箱 但六四发生后 生产全面停止 外界质疑可能是因为名称六月雪 容易使人联想到六四 李淑福似乎没有意识到 两人的谈话正处于全网直播中 而余敏洪则立刻打圆场说 尽管余敏洪应对迅速 但李淑福的随心而谈 却让他的直播间遭遇短暂风景 今年是六四35周年 时事评论人士郭敏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李淑福曾经历过六四 清楚六四是禁忌话题 他认为李淑福是故意提起六四 而李淑福此番作为 很可能会遭到中共当局警告 甚至是惩罚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禁闻 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 三月二十八号在博鳌论坛上声称 中国将助力世界经济复苏 扩大对外开放 同时煽动亚洲国家联手反美 评论认为中共无力拉动经济 再去推动与低缘政治对抗 对亚洲是负面因素 赵乐际三月二十八日出席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做开幕演讲 他声称新冠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 中国将能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动力 他还承诺中国将进一步开放市场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专任副教授 孙国祥表示 赵乐际其实是在呼应中共党 魁在两会时提及的发展新制经济 这种新制经济当然是给自己打强新增 中国大陆的目前经济 其实已经面临到类似经济上面的奄奄议息 但是是由政治上面不断地在打强新增的情况 这次他特别有 和台湾断交不久的落入的这个代表 也邀请到会议上面 换言之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 中国他是一定要给自己打强新增的 博鳌论坛原本定位是亚洲版的达沃斯论坛 早年包括澳洲、日本、美国的前政要都会出席 不过今年出席会议的外国政要 包括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 诺鲁总统阿迪杭 斯里兰卡总理古纳瓦德纳 多名尼克总理斯凯里特 柬埔寨国王顾问团主席红森 俄罗斯副总理奥维尔丘克等 此外近十年的博鳌论坛 基本都由中共国家主席 或国务院总理发表演讲 而且今年演讲的赵乐际是人大委员长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里排名第三 是近年来最低规格 上一次中共很重大的两会期间 我们看到的报道是赵乐际是词别的 那是他的会 他是全国人大委员长 那在全国人大闭幕的会议上面 你看到赵乐际词别 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 习近平基本上对赵乐际非常不满意 那他现在被派到这个博奥论坛来 他本身完全不是经济方面的专家 李强不愿意出 习近平他能说的也有限 他们话也讲得很虚 难以兑现的可能性是很高 赵乐际在演讲中 不指名的暗逢美国霸权霸道危害深重 另一方面他又呼吁亚洲国家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团结协作 携手应对 评论指出中共试图对抗美国 推销自己领导的另一种世界秩序 但对亚洲是负面因素 实际上你看到这几年中国的经济情况 是每况愈下 它不完全只是经济下跌而已 就是中国在中美对抗 全球地缘政治所引起的各种紧张 都对于全球经济有巨大的伤害 可是最直接可能的伤害 其实就在亚洲 中国没有办法为全世界 再注入多大的活水 它的这种拉动的动力跟能力已经消失了 现在如果它执意要在地缘政治 跟国家安全上继续的大拉拉的推进的话 那它不止不是一个活力 它根本就是一个负面的因素 中共声称2023年经济增速是5.2% 外界质疑这个数据水分很大 并不能给外国投资者信心 而党魁星提出的口号 清智生产力 概念空洞模糊 还没有吸引来外国投资者 中国社会就已经出现一轰而上的现象 经济日报日前泼冷水说 如果忽视产业发展规律 盲目跟风 只会欲速则不达 导致新的产能过剩等问题 最新消息称 中共党魁曾在金融工作会议上 要求央行重启购买国债 把购买国债的选项纳入金融工具箱 专家认为 这显然是中共评估到 自己遇到的金融难题和金融困局相当危急 所以下了一记重要猛要 但中共这个举措并没有实际价值 中共日前在全国发行党魁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的书籍 3月28日 《南华早报》披露 根据新书内容 习近平去年10月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到 有必要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 央行应该逐步增加在公开市场买卖国债 中共央行最后一次购买国债是20年前 之后的常规做法是在贷款和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今年初 央行又宣布将银行准备金率下调0.5% 为市场提供约1万亿元的货币 国债是为了筹集财政资金发行的一种政府债券 为何中共要重启购买国债呢 QE也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 是全球主要央行所执行的一种将资金注入市场的货币政策 目的是刺激经济 中国现在要进行所谓的资金宽松的这个状况 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透过银行降息跟降准的方式 让整个银行的这个资金能够放到这个市场上面去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执行所谓的QE 这个部分来说就会发行更多的国债 然后同时间会发行更多的货币出来 用两个这样子的方式来增加货币供给 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指出 执行QE是旧经济的一剂重要猛要 如果经济不能快速回升 中国很可能会重蹈日本30年前的负责 陷入经济停滞 大陆信业研究公司称 买卖国债可能成为调节货币供应的 潜在手段 虽然习近平去年10月只是央行购买国债 但央行至今仍按兵不动 这种由国有的银行 央行来购买国债 是美国市场经济国家 美联储中央银行要调节利率的时候 用的方法 它在购买国债的时候 身上就是把资金流向市面就在放水 它在卖国债的时候 就在收集银根 但中共来说不是个市场经济国家 其实这样做的话是没什么意义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解释 中共的央行缺乏独立性 买国债等于左手进右手出 玩弄一种文字游戏 对市场的资金性流动性起不到太多的作用 像美国公债是全世界交易量最大的商品 不只连准备会买 包括各国央行都会去买 还有投资人会买 所以它的这个为纳量很大 它可以进行QE的规模相当大 那中国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为纳量 可以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国债 然后由这个央行来买 这个部分可能是比较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你发了太多货币之后 恐怕会让你的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更重 黄世聪说美元是全球需要的货币 美国印再多钱各国还会去买美元 但各国没有人民币的需求 印太多人民币会让人民币贬值更快 中共一带一路招恨 中国人呈恐袭目标 巴基斯坦近日连续发生针对中共 承建一带一路项目工程的恐怖袭击 比路支解放军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 理由是反对中共在巴基斯坦的投资 评论认为如此密集的袭击 表明中国人已经成为巴基斯坦恐怖袭击的重要目标 一支中国车队3月26号在巴基斯坦遭遇自杀炸弹客袭击 车上5名中国人和一名巴基斯坦级司机当场死亡 这是一周内的第三起类似事件 巴基斯坦警方表示 袭击发生时 中国工程师正乘车从伊斯兰堡前往达苏水坝施工现场 巴基斯坦近日连续发生针对中共 承建一带一路项目工程的恐怖攻击 路透社指出前两次袭击的目标是 巴基斯坦海军空军基地 和中共在西南毕露芝省使用的战略港口 中共正在那里投资数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专案 毕露芝解放军声称 对袭击事件负责 理由是反对中共在巴基斯坦的投资 目前有超过3万名中国公民居住在巴基斯坦 几乎都参与了一带一路项目 最瞩目的就是投入60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 其中包括可以连接新疆与巴基斯坦南部海岸 由中共所控制的瓜达尔港 毕露芝解放军指控巴基斯坦政府 开发毕露芝省天然资源 却没有让毕露芝省受贿 中共过去财大气抽 所以大傻逼 它通过经济来收满一带一路工程 把这些国家拉进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 而且因为这个工程它不透明 有很多的政治人物都受了中共的张傻 所以这里面很多是很不干净的 因为现在中共它狂推这个一带一路 在这些国家形成一种政治上 对当地的控制震透 经济上让这些国家对中共形成依赖 也造成了很多的债务危机等等 同时其实也是对很多国家主权的一种侵犯 也涉及到这些问题 像巴基斯坦这种国家 实际上民间的反对的意见是很激烈的 有这种对中国的武力攻击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澳洲智库洛伊研究所3月27号发布的报告 中共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大型项目停滞不前 2015年至2021年间 在东南亚地区的总支出降至296亿美元 报告认为 中共当局政治和政策方向的频繁变化 导致了决策的分散 政治不稳定 通常也与腐败和治理薄弱有关 大纪元专栏作家王赫认为 随着中国经济衰退和内部政治不稳 欧美介入竞争 中共一带一路的项目在所在国又引发激烈反对 一带一路已形同中共死亡绞索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原河北工程大学临床医学院副教授王刚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刑两年六个月 目前正在河北刑台监狱服刑 3月28号代理律师到监狱申请会见 遭到预方拒绝 理由是王刚不服从监管规定 散布不当言论 被严管三个月 不允许律师或者家属会见 江苏维权人士徐勤 被关押在扬州市看守所两年多 案件被12次延期审理后 3月29号终于宣判 扬州市中级法院判决 徐勤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徐勤当庭表示要上诉 徐勤是大陆民间维权组织 中国人权观察的前秘书长 玫瑰团队的成员 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 山东辽城深陷楼盘 民生城市领袖有门无路 业主拒绝收房 3月27号大批业主聚集在售楼处外 拿横幅谴责黑心开发商与政府勾结 坑害他们要求还钱 河南省政府通过行政命令 合并13家城市商业银行成立中原银行 原洛阳银行退休职工 因合并后被大幅缩减福利待遇 3月27号到中原银行洛阳分行门前 举标于高喊口号维权 在经济下行 下游需求疲弱 与产能过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 中国多家钢铁贸易企业最近传出爆雷事件 大批钢贸商也面临破产强制清算等问题 引发外界关注 据大陆第一财经报道 今年新年过后 包头市玉轮钢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和四川保恩加创商贸有限公司都已经爆雷 天津和福建也传出有钢贸企业爆雷事件 其中 包头市玉轮钢铁公司 以收取东储订货为由 预收客户罗文钢货款 却没有到钢厂订货 该公司老板私吞了全部钱款后跑路 涉案资金高达1亿人民币 导致公司目前无法正常交货 出现类似情况的还有四川保恩加创 报道引述知情的钢铁业人士表示 该公司年前以东储政策为由 预收了几万吨罗文钢货款 向大部分公司预收20%保证金 小量订单是预收全款 但是该公司收钱之后 并没有到钢厂订货 现在因无法向客户交货而爆雷 这几年 整个中国的钢铁需求量都在下滑 特别是房地产这块下滑的更加热点 这就导致大批依赖于房地产 这位钢铁货业公司日子非常难过 大批的失掉 报道引述行业人士的话说 爆雷事件几乎每年都有类似现象发生 不过今年市场更悲观 所以如果是真的到年底在算账的时候 很可能就亏了 据武汉市金属材料流通协会 发布的风险提示函 去年8月以来 四川 江苏 浙江 贵州等地 相继出现高贸企业爆雷事件 单户最高涉及被骗近千万元 多地行业协会商会也发布风险提示书 提醒高贸企业注意防范风险 避免盲目交易 钢铁行业你知道是国企在主导地位的 那么在国企里面呢 钢铁销售这一块它是乱象奔远 这里面这个利益呀 输送呀 腐败呀 各方面的因素非常的复杂 这个黑幕很深 所以是整个钢铁行业 钢铁贸易行业这一块的转型呢 是迟迟的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除了爆雷现象之外 报道称 还有大批钢贸企业破产 也有钢贸企业被申请强制清算 甚至有部分在破产清算过程中下落不明 中国自己钢铁大量的产货是国内消化不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导致整个钢铁市场的价格波动 整个行业利润率非常的低 中国有几万家钢铁贸易公司 所以呢 这就是说 整个市场就显得非常的混乱 那么整个行业呢 钢铁贸易行业也在处于深度转型之中 所以会有大批的钢铁贸易企业消失 在业内看来 这些乱象的背后 与中国经济转型 经济下行 下游需求疲弱 产能过剩 钢贸行业经营模式变革等多方面因素有关 在这样的形势下 钢贸企业生存令人担忧 为了消化过剩的产能 中共正在试图将建筑钢材输送到一些发展中国家 专家分析 随着中国钢铁行业的低迷和衰落 还会有更多钢铁贸易公司爆雷 大陆民众说 真正热爱中华民族 就要退出中共组织 来看他们的三退声明 北京的小喜说 我是小喜 来自中国北京 再次郑重声明 从今天起 我退出中国共产党少先队组织 从此让我的生命获得自由和新生 不再受共产党组织的欺骗和禁锢 我愿意做一个善良的人 让我的生命领受神佛护佑 田莹花说 现在退出中共是天意 我们了解到很多真相 认清了邪恶中共的真面目 认识到中共是中华民族的大敌 我们要真正热爱中华民族 就要抛弃中共这个外来邪灵 才能回归人类的正确轨道 我们在这里郑重宣布 永远退出中共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 远离邪恶 远离危险 好的 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禁闻就到这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再会